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治理的节目 今天是5月4日的晚上,5月4日,五四运动105周年 大家记得了,以前的事实我已经做过片,所以我都不再重复了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五四运动105周年,是说两件我觉得令人开心的新闻 说香港的新闻令人屈唤很久了,但是说开心的新闻,希望大家都会给大家一个讯息 给大家听到,希望尚在人间,这个希望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 希望大家看一看一单,还生活在香港人的新闻 接着有一单,是已经离开了香港人的新闻,两个都是有着弱的消息 喜讯和大家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一起,同欢迎 也希望继续温存这种信念,希望良知,我们对世界,对人的爱 希望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收到双方群道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月初了,每月定期的赞助的patreon,是对我继续现在这个工作相当重要的 还有利用superfans的方式赞助支持本人,也希望大家看完片,看完广告的 我们先说一单,一位很成功的,应该说很出名,也是相当正直,坚持,勇艺,超群的一位 政治漫画家,专志先生,王纪坤先生,我们两个相识,在于很多国外的活动 也都看得到,专志先生,也都现在在香港继续在等 我看看他有什么消息跟大家说 今天事关于去年5月被明报停刊的政治漫画家专志 在昨天世界新闻自由日5月3日的时候 和印度漫画家塔尼佳Richitta Tanajia 获班安南勇气漫画奖 Kofi Annan Courage in Cartooning Award 专指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向正在被还押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致敬 以及读出多名在囚人士的名字 说要向他们分享获奖的荣誉 分享荣光,共享荣誉 而这一种大家都是心心念念 大家都是收到的 明报刊登专志的漫画40年 在2022年10月开始,专志六次被官方批评 明报就在去年的5月11日 2023年5月11日公布停刊它的政治漫画 有关专志的书籍和资料 例如香港老抽、中国老抽、香港坚抽等 我已经继续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成为了他的很多漫画集 有关专志的书籍和资料 其后亦都在公共图书馆下架 大家知道2024年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专志和印度漫画家塔尼加在瑞士日内瓦 在Geneva获颁安南勇气漫画奖 奖项是以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命名 两年一度 专志在瑞士日内瓦出席颁奖儀式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权律师 Sherine Edvardi 希林伊巴迪手中接过这个奖项 专志发表感染的时候 对获奖深感兴行 还说了这个笑话 他说形容对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就是他的太太当年答应和他结婚的时候 跟着全场哄堂大笑 鼓掌欢呼 另一名得奖者塔尼加 正被印度执政党成员提诉 面临入育风险 专志说自己或有机会会面临塔尼加的情况 慶幸有机会和各地的漫画家交流 学习他们的经验 专志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向所有记者致敬 尤其多名还押超过三年 仍在等待判决的新闻工作者 他又逐一读出多名被还押的民主派人士的名字 包括周幸彤 Benny Tai Jimmy Lai Joshua Wang 李卓人 何俊仁 长毛和古斯堯的名字 说自己深受他们的行动啟发 要向他们致敬 和分享获奖的荣誉 主办单位是Freedom Cartoonist Foundation 也制作了和播放了 专志得奖简介片段 而专志的访问中 提到自己的政治漫画一年前 被服务了40年的报纸停刊 但他形容没有太过伤感 说只是按了暂停制 而不是终止制 I think I just put a pause button instead of the stop button 即是暂停而不是终止 他又分享说有时都会感到愤怒 尤其当人受伤受害的时候 漫画家只能坐在一边 揮画漫画 讲出过中国故事 但他相信 这就是政治漫画 所隐藏的智慧和重要性 令读者不单只知道发生什么事 更体会到创作者的所思所想 他在片中形容 香港就好像一只被虹简所困的节翼蝴蝶 Hong Kong is like a butterfly with a broken wing 红色的简 当然是红色中国迹的蝶蝶 蝶蝶 所困住的节翼蝴蝶 他又寄语此刻此时最重要的是 拒绝躺平和接受命运 Not to just lie down there and accept what our fate is 而是保存记忆 奴基和说出香港的故事 说真香港故事 这一点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记住要拒绝遗忘 铭记历史 讲出这段故事 代代相传 人人口耳相传 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 用我们的声音做好它 不要死 好好活 准备好 等运到 光明始终是会到来的 这是我做这么多个节目里面 经常讲的口号 这些不是老土 而是由冲 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们要保持着这个日常生活上面的 希望 信念 抵抗 做尽我们做的事 能够做受苦共同体的 就是去做 去探监 去跟车 去写信 去听审 就是旁听 为他们送私饭 为他们送暖 很多事情默默做 在我们海外的 帮很多年轻人交费 帮很多年轻人 当他们要入医院 车祸也好 中风也好 被伤害也好 去陪伴他们 行有预力 多些去帮助他们 做人自助 不是说 什么都要塞牵入他的袋 而是 介绍工作 鼓励奋法 这件事是重要的 当然 在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年轻人 就会有点玻璃心 但我相信 假以时日 他们都会明白 我们每一个人 都希望 给此 这个命运 共同体 会再次 光復 復兴 我相信 这一日 是不会远的 我看到很多 很多故事 我看到很多 很多的主张 包括 你看到 陈建文教授 刚刚星期三 在一个社区大学里面 做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和一班的台湾人 几十个 一起讲讲香港的故事 我这件事呢 就继续 口耳相传去做 说出香港故事 保存记忆 奴基 说出香港故事 这些事是 亨槍有力的 而我告诉你 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呢 我说这些事呢 非之无心高伦 我去Genevere Graduate Institute 去出席这些事 就算我是 曼玛加 我拿奖 其实这件事是 不会牺牲我自由嘛 是吧 但是呢 对于专子来说呢 他要回香港的 他不是流亡日内瓦的 不是瑞士的 OK 他要回香港的 他读出了 很多个 周恒彤 戴耀廷 黎智英 王之锋 李卓人 何俊仁 长毛 古思瑶 起碼八个人的 政治犯的名字 以及呢 亦都是为 激压超过三年 仍然等待判決的 新闻记者 比如张建宏 是不是 比如你看到 有很多 还是还押的人 比如这个 陈佩敏 很多人 就是我们不能进入这些人 宗佩权 其实他都就是要判监 是不是 那这些情况 我们知道 他是为他们 去说出真正的故事 是不是 还有 比如基协 陈朗星 他没有被捕 但是呢 他 依然继续这样 做一些 力所能求 可以做到的事 他们这些人 使得我们 感到 以香港人为榮 以和他们 结伴与认识 为傲 也都 我会觉得 尊子要回到香港 付出的勇气 付出的坚持 付出的牺牲 风险 是在所不民的 我会觉得他很 他很 厉害 OK 试问有多少人 这么敢说 连奖都可能 不觉得 没有胆拿的 但是他敢拿奖 敢出席 敢说话 不怕 他只是说出 他自己 心目中的故事 OK 不加不减 不增 不别 我会觉得很难读 所以我是 尤聪 不touching 希望大家都铭记 尊子这位 这么出色的漫画家 也都希望 他所 要大家记忆的事 是我们 不要忘记 之前发生的事 2019年到现在 过了五年时间 其实很多事 都密换星宜 很多的手足 都差不多 读完大四 第一批来的 2020年来的 读四年的 都读完大四 对不对 我们更加需要的 就是说 他们的工作机会 他们的陪伴 和他们继续这样 开始走一条正途 而怎么样 帮助他们 做人事 做有斗心 肯去做事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 而我觉得 不需要我说的 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不是傻子 OK 我想在他们 有需要的时候 可不可以 少少力 帮他们少少东西 我想这个是重要 OK 这就是专志的故事 仍然留在香港的 香港人的故事 我觉得很encouraging 第二个故事 就是离开了香港 离山港人故事 而在英国 他当选 英国地方选举2024 就是吴兆康 当选Walkingham議員 感谢港人支持 证明香港人 在英国参政 是可以赢的 哇 这个真是相当 亨槍枪有力的 一句说法 根据最新闻的报道 中西区 刚刚的报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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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志的报道 雜誌社 还有 renews都有 而接下来说 追新闻 就说 前 中西区的前 区议员 吴兆康 在今次的英国地方选举 代表自由民主党 就是右派的政党 出战Walkingham的议会 首次的英国参选 就布折 是以1,162票 在Mayden, Agler & White Gates的选区 成功当选 他所属的自由民主党 也成为Walkingham议会 选区的大赢家 在当地54个议席里面 拿到27席 刚刚一半的议席 就是 换言之他是最大党 吴兆康就在追新闻 访问的时候 感谢香港人的支持 说投票日 见到不少而英港人前来投票 认为选举结果 证明香港人 不单只能透过投票 参与英国政治 更能够赢出选举 在议会发声 所以这个非常encouraging 我想 远在澳洲的许志峰、任建峰 可以多努力 我看到 英国也有一班 即是很年轻的一班 activists 去形成一个平台 是鼓励香港人 拿BNO的 其实就有英国的投票权 可以或者参选权 去尽力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那你们希望 将香港议题 不分党派 带入议会 那这些平台 不会叫你们要投保守党 工党 自由民主党 或者什么党 不会 但希望每一个参选人 你要拿到那个选区的 香港移民的票的话 请你将香港议题 带入议会 每个选民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这件事呢 是挺强劲的 挺厉害的 那么今届Walkingham选区 因为重获选区 因为重获选区 54个议席 一起改选 那么 吴兆康就是出战的 Mayden Eric & White Gates 选区 以1162票 取得这个区 三个议席的最后一席 那么 自由民主党 原本派出两位 现任议员 和吴兆康 一起在这个区参选 但结果其中一位 现任议员落马 吴兆康表示 对自己成功取得 最后一席感到少少诧异 虽然梦想成真 但同时感到责任重大 很多工作是刚刚开始 吴兆康在参选前曾经表示 希望港人在英国参政开了头 即使自己落败 也能啟發更多的 移英港人日后参政 所以他赢也是非常意外 是一个惊喜 结果首次英国参选 就顺利告知 他十分感谢 香港人的支持 香港人的支持非常重要 多谢大家的口爱 他认为 当选结果进一步证明 港人融入英国本地社会 不只是上学上班 和本地人做同事 本地人也很支持 接纳 香港人 融入成为他们一份子 会选香港人代表 他们在议会发声 因为大家价值观相近 他希望之后 会有更多移英港人参政 香港人不止不会输 只要够努力 还是可以赢 所以大家努力 英国的选区人口密度比香港低 吴兆康过去一个星期 全力洗区吹票 香港是走几条街 这里是走多几倍 因为人口密度比较低 你要走的路程 脚力要好好 他说投票日 晚上10点结束的时候 自己已经筋疲力尽 和手震 街坊跟我握手 都说 为什么你的手那么冷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尤其在投票日 这日不断见到 有疑英港人前来投票 打气 互相加油 他承诺会努力做好 英国议会工作 不单止就移英港人 和本地人关心的 民生议题发声 也都会争彩在议会里面 表达香港人的政治诉求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 这一点是相当难得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这一次英国的地方议会的选举 基本上是为未来的很多情况铺路 据追新闻的显示 数字到截至5月3日 英国时间的晚上7点为止 你看到左派的工党 拿到105席 多了171席 所以保守党在新卫城的领导之下 是惨败的 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斯 英格兰和威尔斯 在星期四、5月2日 举行一系列的地方选举 被视为下次英国大选前的民意指标 大家看看在这个情况下 工党大胜 保守党大败 失去了起码8个议会 而工党新增超过8个议会 的当属权 手上新卫城 Rishi Sunak 承认选举失利 但强调会专注现行工作 今次地方选举 地选 共涉及107个地方议会 改选超过2600名地方议员 大家知道工党是相当成功 例如在汉普郡的拉什莫尔 Rish Moore首次击败保守党 而在伍斯特郡的雷迪奇 Ratik也是胜过对手 大家知道最后的结果 要回去连维基或者其他 一些大的新闻网才看 但保守党的主席Richard Holden 指出虽然结果未如理想 但新卫城仍会引领该党 制度英国大选 不会因此而辞职下台 除了地方议会选举 倫敦和另外9个中学行政区 Combined authorities 同日举行市长选举 包括West Midlands East Midlands South Yorkshire Greater Manchester Liverpool City Region West Yorkshire York & North Yorkshire Tis Valley 和North East 其中 Nottingham 所在的 East Midlands 和Newcastle 所在的 英格蘭的东北 中学行政区市长 为伸次职位 而Great Manchester 就是大曼切斯特里面的 South York 索尔福市长选举 亦同时举行的 所以我想 这个就是民主的一种有趣的地方 那你会不会 即是说未来的情况 即是保守党会输了 这个大的选举呢? 那我觉得 也都要看下去 那我们看到 自由民主党大胜 工党大胜 第二名的 我想就是自由民主党 保守党 变成第三位的政党 这个地方选举 我再说的是地方选举 这个不是英国国会选举 那国会有什么改变呢? 那我们要看下去了 那年尾就会 比较清楚的情况 因为年尾有国会的选举 那大家知道就是 工党很开心 自由民主党都很开心 那无论怎样都好 那希望通过 无论你左派右派 有不同的信念都好 即是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想法 有些人觉得 我要做左派 左派才好的 无论怎样都好 起码有个最大的公因素 就是将香港人的议题 带入不同的 级别的议会里面 是做好这件事 那你为一个 小小的一个 好像刚刚说的 这一位年轻人 这位前区议员 所做的事 会不会太少吴少康 所做的事 那这个地方议会 你怎样是香港人议题 你又不可以 地方议会 又不可以宣告制裁 地方议会 又不可以什么什么 我觉得地方议会 起码有几件事 大家就是 除了民生议题 就是一些 区议员 市政局那些 要处理的问题之外 我想最紧要的 就是和香港有关的 第一件事 可不可以提供一些 就是更多好的场地 低价或者甚至免费 开放给香港一些 就是地生的族群去使用 那这些是公用设施的问题 第二 就是当地的香港人 比如求职 求学的方面 这些很基本的民生的问题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是不是可以去 帮忙处理的问题 第三件事 当然 就涉及到 就是 反沈透的问题 当地有没有那些 中国共产党 红色的势力 在那个地方 蹲点 去做事呢 就要注意了 就要举报了 就要将它起底了 那这些就要透过 吴少康等人的努力了 这件事要做 看你把心放出来 你把心 就有时间 有精神 有动力 有人 有信念 有希望 一起去做这件事 我想这件事很重要 也希望吴少康会成功 OK 也希望他在Walkingham 也能够帮到 当地的选民 其实无分是香港移民 还是英国本地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 为英国做多些事 为我们自由民主世界 做多些事 这一点是很重要 不要常常在香港本位 也真是为英国做多些事 那你为英国做多些事 英国才会为香港人 真香港人做多些事 这个是很重要 那工党司机宜 当然很开心 保守党的新卫城 当然很失望 但是世界上 是不是一条直路 一路通到年尾 的英国国会大选 亦未可知 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这一节 先说到这么多 下一节再说其他议题